在電影中,手持利劍的交鋒總是讓人熱血沸騰 而到了現在,學習歐洲劍不再成為外國人的專利 台灣也開始有了歐洲劍的教學 伊賽爾教練是台灣唯一以系統化教授歐洲劍術的人 課程以德式長劍術以及I33頓劍術為主 本身對歐洲劍也有深厚的連結 其實這邊有一把我非常喜愛的歐洲劍 你可以看到說,他這個一拿起來,他的這個安大的護手 他是在這個技術上面跟其他的劍有很大不一樣的用法的存在 再來就是說他的這個劍身 本身他的用途就是可以拿來做斬擊也可以拿來做刺擊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個斬擊的位置很寬,刺擊的地方很窄 就兩個功能都有 歐洲劍的主要攻擊方式有斬擊、刺擊、割擊、割擊 寬大的護手可在抵擋攻擊的程序,進行反擊 但他與大家熟知的極限,又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這邊的話有一把這個 現在的西洋劍的這個前身 就是 我們講的這是一個這個決鬥的刺劍 那 你可以看到說這把劍跟其他的歐洲劍比起來 就是說他也更窄 他即使在一般拿來斬擊的地方也相當窄 他主要的這個技術就是以刺擊的比較多一點 這把劍 他就只能用前面子去自圓 所以相對來說 我覺得雙手劍的 是攻擊模式的彈性會比較大一點 這種差別會在 雙方競爭的時候會很明顯的看出來 比如說兩個肌肉貼在一起的時候 雙手劍你要貼到一起的時候不可能就吃到 可是雙手劍就可以用到旁邊的風跟 去做一些攻擊的動作 就跟著全數然後就進來 目前福文大學歐洲劍術社是台灣學習歐洲劍的組織之一 社團在去年成立 陳兆田是剛加入一年的新生 已經學過常見與更見的技術 剛開始我對歐洲劍術的想法是 應該跟大部分的人一樣 我覺得歐洲劍術其實是好像激烈的 但是當我接觸到這個社團之後 我發現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是我們現在學的歐洲劍術是比較偏向實用性 但是它是原始的 比較實戰性的 比較被規限化 被運動化 令到它純粹變成一種種運動 在台灣第一個有系統化的團體的教學的話 那大概是從我這邊開始 那當時的話是在福人大學 福人大學有一個大一的學生 我跟他跑來過我說 我的歐洲建築有沒有辦法 這個教學 他想要在學校成立一個社團 那這個七七就造就了後來的這個 福人大學歐洲建築社團誕生 那也因為我自己除了在教授這個歐洲建築以外 我定期會辦這個一種兵器的交友聚會 那所以這個歐洲建築慢慢的就開始在這幾年間 在台灣開始有人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武術 那麼除了我這邊的發展之外 我自己了解到的是說 在這一兩年間在台灣 不管是中部還是南部 其實都有歐洲建築的這個社團團體在發展 那麼有些團體我覺得他們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其實跟其他在歐美做歐洲建築的研究的團體一樣的 就是說OK我們從這個史料 史料手稿裡面去做這個技術的推演 然後做這個合理技術的練習 那不管是用什麼方式去理解 其實我覺得歐洲建築慢慢的在台灣 不管不管北中南各地其實都有這個兩航的發展 對